吉安乡光华村每逢大雨都会造成光华一街 南海13街沿水的情形发生 为此吉安乡公所特别编列预算 办理光华排水应急工程 日前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5号下午吉安乡长游树珍 东福中心副执行长郭应益 以及乡名代表蔡文龙光华村长叶光南 共同前往南海13街 勘查光华排水应急工程执行的进度情况 吉安乡公所特别向经济部水利署 争取1800万元预算 先政府配合款200万元 乡公所致酬200万元 一共是2200万的预算 办理光华排水应急工程 5号下午吉安乡长游树珍 东福中心副执行长郭应益一行人 特别前往县地听取施工单位简报 光华村长叶光南表示 美玉好大雨 这里的排水设施老旧 无法顺利排水造成淹水灾情 令周边居民相当困扰 几乎每年都会满水位 满水位之后它掀血没有办法掀血掉 没办法掀血掉的时候 我们这些水就依照平面上了 平面上整个区块没有第二条路 可以做排水动作 整个会到沿岸的住家 包括房屋里面 其实造成水位上升这样子 那我们必须在后续的抢救部分 而目前的工程方式是加大通红断面 并将原油浸沟加宽至2.8公尺 加深2.3公尺 让水流能够顺利排入下游排水系统 乡长油书贞希望届时就能改善地方淹水的问题 跟希望东府中心也可以协助争取二期的工程经费 所有光华排水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们把我们过去年久以来 才排水淹水的问题 一直到淹到我们的这个光华二阶 以及华工六路的整个所有的生活圈的问题 能够在这里一并的慢慢的来 逐一的来改善 我们看到了我们不只把我们的宽面加宽 断面加深以外 我们也顾及到了整个安全性 仿木栏杆 以及我们所有的动物的一个生态的一个使用的阶梯 还有呢我们整个快撞的一个护栏等等 来维护起我们地方的安全 那至于二期的部分 我想因为既然要解决淹水问题 二期是有必要的 只是因为轻重缓急 那么二期的部分 我们很乐意的来为地方上 把这个尤其是经济部水利署这些部分 透过我们东福中心来继续沟通 请他们尽早来协助我们二期工程的开始 目前计划工程位置 位在华工六路以西 至南海十三街口上游支流 改善长度近576公尺 预计11月底就可以完工 记者刘明胜 简安箱采访报道